好 这一半勾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勾另外一半 还是勾十个变子针 然后呢 倒着往回勾 下第八针的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倒着往回连续勾五个长针 第二个长针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然后接下来勾两个中长针 然后呢 一个印八针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地方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蝴蝶结漂带的部分 把线勾住拉过来 留一个线尾直接剪断 把线尾的部分藏一下 把线尾的部分藏一下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我们这个漂带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漂带和这个蝴蝶结呢 给它固定到一起 我们用这个白线来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就把这漂带呢 放到后面这个地方 然后呢 用白线在中间的位置缠绕 然后打一个线尾 然后打一个线尾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白线剪短一点 把这个线尾呢 藏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蝴蝶结固定在这个花树上面 大家看一下 就固定在这个下半部分就可以了 固定在这个每一圈连接的这个地方 我们来连接一下 固定在这边 固定好超级的把这个线穿到这个内侧 大家看一下 在那一侧呢 把这个线尾的部分藏一下 长的部分直在剪断 这样就固定好了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花树这一部分呢 是从哪里呈现出来的 这是我之前勾好的这个样品 大家看一下 从正面看是一个新娘的一个造型 对不对 我们把这裙子这样擺上来 这就是我们花树的部分 里面呢 是这个花树的部分 那么把这花树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勾这个新娘的白色裙子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白色裙子的勾法呢 和我们刚才勾的这个花树上半部分的勾法 这一部分呢 是差不多的 都是勾18圈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花树呢 是在第4圈的位置呢 勾了这个后半帧 那么我们这个白色裙子呢 是在第17圈的位置 勾这个后半帧就可以了 那么我把这个裙子涂解来的屏幕上面 大家给它涂解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裙子部分 从这个地方起针 然后呢 慢慢的加针 第17圈呢 我们勾的是后半帧 然后呢 再把第18圈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勾好之后呢 裙子就勾好了 把线拉长 扭一个长线尾 直接剪断 我们用这缝合针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和前面方法是一样的 调过第一针 从第二针的针眼里面穿针 然后找到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眼 挑它的后半针 连同下面这个小线圈 这样一通穿过去 这样就连接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白色裙子这一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用粉色线来勾一下这个裙子花边的部分 我们用和蝴蝶结一样的粉色线来勾这个白色裙子的花边的部分 我们挑这个第17圈所留下来的这半个线圈 所有针眼的部分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要这样给它拿着 这个口呢 朝我们 穿针进来 把线勾住拉过来 先勾一个变丝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先勾上一个短针 接下来勾上两个中长针 都是在第二针里面穿针 然后呢 再勾上一个短针 总共是勾上四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针里面我们是勾了一个变子针 然后第二针里面出来了四针 然后接下来在第三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八针 连接一下 这也是一组完整的花形 每一组花形呢 占据三个针眼 大家看一下 第二针里面出来了四针 第一针里面一个变子针 第二针里面出来四针 第三针一个引八针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二组花形 首先呢 在第四针里面 勾上一个引八针 然后第五针里面 一个短针 两个中长针 然后一个短针 勾好这四针 然后第六针里面勾上一个引八针 大家看一下 第二组花形就勾好了 之后就重复第二组花形的勾法 这样勾一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把这一圈花边全部勾好 勾好之后 我们在最开始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引八针 这样连接一下 然后把线勾住 拉过来 直接剪断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尾呢 都给它勾到这个内侧来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裙子和这个花束呢 给它固定在一起了 这是我们的花束的部分 我们把这花束这样翻过来 这个是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线尾 把裙子也这样翻过来 这儿也有一根线尾 我们把这两个线尾呢 绑到一起 如果我们没有留出这个线尾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两个裙子套在一起之后呢 在中心这个地方用针固定上一到两针就可以了 有这个线尾的话呢 就直接这样绑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这样翻过来 如果没留线尾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顶部这个地方 直接穿着双层的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用这个白色裙子套住这个粉色的花束 稍微调整一下 接下来我们用白色线来连接一下 把这个花束和裙子连到一起 大家看一下 那么白色裙子呢 我们挑后半针 然后呢 花束呢 我们是挑前半针 也就是说呢 我们挑的手是挑这个紧紧挨着的这两个线圈 这两个线圈是紧紧挨着的 把这两个线圈呢 给它同时的穿针穿过来 这样连接起来 裙子挑后半针 花束挑前半针 这样穿起来 连接好 大家看一下 裙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前半针留出来 然后呢 花束呢 把这后半针留出来 把这一部分连接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给它勾上两圈的花边呢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个裙子和这花束呢 这样给它连接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一直给它连接好了 然后呢 把这个白线从这个地方穿针穿出来 直接剪断 连接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用粉色线来勾一下这个花边的部分 首先用粉色线在这个花束预留出来的这半针的这个地方呢 勾上这样一圈花边 方法是一样的 就这样勾着一整圈 然后呢 再用白色线在白色流出的这半针的这个地方 再勾上一圈花边 用白色线来勾一圈花边就可以了 方法都是一样的 那么勾粉色线的时候需要这样拿着 把线先勾住 拉过来勾一个变丝针 然后第二针里面一个短针 两个中长针 然后再一个短针 然后呢 第三针里面勾一个引发针 就和我们刚才勾那个裙子上面的花边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把粉色这一圈勾好 然后呢 再把白色那一圈也勾好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两圈花边呢 给它勾好 在这一圈花边的一圈花边 首先呢 赶紧 或者是一圈花边的一圈花边